所谓的三轮体空,就是教导我们修一切善法,而不执着一切善 一般人不知道惭愧、欠悔,想用修福来灭除自己的罪过 所谓你将修福欲灭罪,后世得福,罪还在 虽然得福,罪还是存在 现在修大福报,升到天上或在人间大富大贵 一旦享受完了,福报没有了,又要受轮回 所以除了修福德之外,还要时时刻刻向心中灭除罪源 佛法说因缘合合,把心中的罪根灭掉 没有了贪心,看到什么都不贪,哪里去找罪呢 修福报呢,这个是可以说五圣他们的共法 不只是佛教提倡善行,其实佛教以外 很多团体同样是提倡善行福报 那么有的福报呢,为什么我们称它为这个外道 或者是佛教以外的团体,就是因为它不懂得智慧 那么不懂得智慧,那就有一个危险性 因为有可能,我们往往把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实上 从智慧面来观察的话,那是一种错误的动力 所以只有智慧才能判断,清净我们的动力是正确的 金刚金云,以无我,无人,无众生,无受者,修一切善法 而不执着一切善,即得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三伦体空,就是智 修了善法,而不执着,就是智慧 所谓的不执着,以布施而言 布施就是慈悲 有财布施,法布施,五位施 布施之后,没有布施的对象 没有布施的财物,没有布施的自己 三伦体空,能所俱空 十方新闻记者,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